好,我們先畫這張 先畫石頭 我們先把這顆石頭的外型勾勒出來 這樣子 配合了梅花的石頭,一定是奇形怪狀 外型大概是這樣,然後我們就 開始 裡面的紋路 裡面的紋路是屬於 小虎P那一類的 好,我們畫這個石頭的時候,你都要把它當成一個,它是立體感的 所以它兩邊的村 他會 比較密集 因為這張是 小品的 梅花 所以 你這個村上 就要去 仔細的勾勒它的細節 把這個村 做得仔細一點 是 的 在操作中 用筆度去側刷出來 然後這樣子有帶一點渲染的 這個墨韻出來 我們也可以先把你要的紋路啊 先大面積的刷側刷出來 然後再來仔細的去把這塊石頭 分割 他的細節 因為一般來講他們畫花鳥那種梅花 他旁邊都會配一顆很奇怪的石頭 你就看古話就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一定是越奇怪越漂亮 所以當然是要奇形怪石啊 所以他那個凹凸皮越醜 在他們玩石頭的這個玩石界裡面 越醜越漂亮的意思 真的有人在玩酒頭耶 什麼東西怎麼有人玩啦 石頭協會 跟你們釣魚協會的意思是一樣 真的 喔 丟到的酒頭痛到這樣 不要說我現代人啦 古時候那個誰 米糊啊 他不是很愛怪石 街上看到一顆很奇怪的石頭 他馬上回家換他堂裝 然後跟他跪拜 啊 真的啊 哈哈哈哈 米糊 哈哈哈哈 那這當朝 當時那個朝代師行為怪的 已經是送朝了 還要穿堂服 然後還拜 天空有幾天喔 得到一塊那個那個什麼 很好的驗台 馬腦驗 然後他就 自己得到就想要炫耀給他的朋友看 阿他的朋友就是在朝廷圍觀 然後他看到哇他這個 這塊馬腦驗絲實在是太漂亮了 然後迫不及待想要磨看看 欸你穿多少齁 我剛才穿沒水耶 噴一下嘴呢 噴下去 噴下去 開始磨了 哎 殊不知這個 不是啊 就是這個米糊呢 就是有潔癖啦 那一塊就不要了 送你 哈哈哈哈 噴 送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可以喔 老師你有潔癖嗎 哈哈哈哈 我有潔癖 但是我沒有那麼好的驗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 哈哈哈哈 是安的 很好笑耶 嗯 好 把這塊石頭 安排 好的 裂縫 都要表現出來 好 越底下當然是唇會越多一點點啦 畢竟比較暗 比較暗 好 再來我們就要開始畫梅花囉 喔 好多喔 哈哈哈哈 怎麼畫咧 我們可以用 如果你們有籃組也可以啦 籃組喔 籃組來畫就可以了 不用用到這個 因為小隻 小張的喔 需要畫精緻一點點 樹幹不是用山馬皮畫 樹幹喔 欸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 我等一下梅花畫完 要馬上畫樹幹 這樣比較順手 所以我就乾脆用這個來畫 啊這個的話有點太粗糟 所以他就畫不起來 不是畫不起來 他勾得會不明顯 畫梅花再畫 我再換這個籃組筆就好了 啊就麻煩了 哈哈哈哈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我這支是七子三娘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啊對 七子三娘 好 那從哪裡開始畫都可以啦 我們先從月亮這邊開始畫 這個梅花的話呢 就是 什麼 一個小圈圈 先畫梅花 先畫一個小圈圈 齁 然後呢 勾他的花蕊 頂完之後呢 再畫五個圈圈 哈哈哈哈 一根梅花 很簡單吧 不是先畫樹幹嗎 不一定 有樹幹才有梅花 不可能有梅花在樹幹 等一下再講一次 他是受心有吉心有蛋的人 那是正常 這個畫面無所謂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畫幾個小圈圈 都是圈圈就對了 一個大圈圈 兩個小圈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你這個都可以 都可以長出這個 花蕊 花蕊長完 你就是要畫幾個小圈圈 這樣就好了 你這個花蕊也配我感興趣 對 呵呵呵 有大搖翔 你腦子 呵呵呵 好了 我這邊再畫一堆 嗯 所以看似簡單齁 嗯 啊其實要畫也是蠻複雜的 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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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一定會一些 側面的 也有向下的 小圈圈的 向下的 有幾朵正面的 有幾朵正面的 其他的就是 這個冒一 冒一顆 這個冒一顆 這樣就可以了 啊你畫到一半 你就可以 隨時 畫 隨時畫 隨時畫 譬如說 從這邊開始 接下來 好 在他後面的樹幹 好 穿著 穿著 水翼的穿插 但是呢 還是要有 梳蜜 好 好 這邊可以長出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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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大顆一點的 讓它有點濃淡 然後你也可以先畫紙 但是可以先鏤空 嗯 好 再來畫美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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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方向都可以 喔 花蕊的喔 不見得要畫很多 有幾朵代表性的 那這邊也可以畫很多嗎 也有那種 背面的 雖然很小躲 但是有點麻煩 嗯 這有人可以代勞嗎 這都一樣 哈哈哈哈 他這個山頭這邊齁 就在他後面呢 其實你也可以畫幾朵出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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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畫這麼久才畫這幾朵而已 你給我發明那個印章這邊盖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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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盖一下 哈哈哈哈 這百合圖嗎 啊 嗯 法人像畫的 把畫法會比較分配 沒有耶 這看個人的喜好而已 這太多種畫法了 有那種用扁的 用那個 那個什麼 莫穀的有沒有 我們都是這樣 所以畫他出不去 磁心的 磁葉 不是這個空心的 因为这张我是画夜景 所以这样子的话 比较能够把那个没画的白显现出来 我之前画都是先刷再画 先刷什么 刷底色 真的喔 我们这一上次画组不是这样子吗 我教的吗 对啊 哦 你都忘记了 啊所以就是要改变了 不然每次都教一样 不然你当做老师 北来都没问题吗 有啦 我是不是在说 他说要画月色美 就在说 其实我画的我又不知道 我忘记了我画的 有啊 你看 月色美啦 月亮美 对啊 不是先刷底色 哦 哦 那是竹啊 啊这是美不一样 啊因为竹那个是实心的 你现在拿人啊 刷上去的 你已经画画不出来了 白 哦 哦 最近那个那个大栋啊 大栋啊 大栋文化中心有在那个大栋美展啊 嗯 那有很多啊 那有很多啊 书啊 我一问 有的就是 那个写那个草书 狂草的 就是狂草 他好像考的凯书不大会写 哦 那栋书 栋书就算写栋书 你要先写草书 他会写啦 但是写的不好 这就跟那个黄秋平同样 嗯 嗯 哦 文庆有瀑布 好像要摇扶 瀑布 真的都没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一人画一封 他就像画一封就吃不下了 哈哈哈 小郎说 可 甩蕪就汉欸 嗯 因为他sub到根去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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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BC 04 好像主委画麻 他好像没有画过 别被 vaccine 是啊 是啦 是他麻 他比較出名 所以大家都以為他只會畫馬 唐穎 唐國武啊 書法也很好 可是他畫比較出名 大家比較喜歡他畫 對不對 因為他畫比較搞怪啊 他不是傳統的畫 所以他才有辦法去點手箱 沒話說的吧 你還沒點手箱 有啊 那是道聽圖說的 國語跟國語的評企都有啊 道聽圖說他根本就不來那一套 好 像大陸那個素寶針啊 專門畫葡萄那一個 噢 就專門畫的那一樣就很刺得開了啊 那個誰 畫荷花那個叫什麼 張傑啊不是一樣嗎 張傑那個後來就 小鳳啊 小鳳啊 他只是一個 他就有一點類似什麼 朱鳴啊 朱鳴那個 那個那個 楊英鋒跟他同起來以後 他就是那個太極啊 太極那個是楊英鋒給他的 本來楊英鋒要做太極 後來楊英鋒後來做那個太魯閣嘛 後來做那個鐵雕啊 他的基本那個那個那個是楊英鋒給那個 朱鳴 但是朱鳴 主要就程度不夠了 他沒有辦法像老師一樣他什麼東西都來 這裡面 朱鳴就有那個其他就沒有了 你這張是沒有說很大 所以不用分太細說什麼 近景遠景這樣子啦 然後他 attachment 我就泣了 最後不太細看 臱鳴那張聽紅樹 到底什麼 對對 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花包他两边的花托你可以用黑墨稍微点缀一下 就是在这个花瓣旁边的点一些黑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梅花 这个线条不用飞掉很远不可 但是你的线条就是要流畅 要不假思索的勾上去 重点是要说 幽密的电话 大张小张还是那一张 那张也没多大张 那张 老师你越来越长了 就这样 哇 几张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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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